异性相处有这三种表现,关系一定不单纯 一段感情最美好的样子,大概就是从暧昧不清的时候开始 男女之间的感情很奇妙,两个人相处时有这三个表现,关系一定不单纯 一,联系频繁且暧昧 异性之间,如果两个人联系很频繁,且多于一般的朋友 那么两个人之间就不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如果联系过程中说过一些暧昧的词语,或是下有肢体接触 说明彼此已经心生好感,爱情就在不远处,等着你们 二,谈话之间会紧张 两个人在一起,一般的朋友只会聊一些生活趣事,还有工作方面的困扰 很少会谈论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,更别说会说一些浪漫的话 但如果你跟一个异性在一起,他会紧张你的话 在意你说的内容,偶尔会说一些浪漫的情话 在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,也会特别紧张你 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再单纯,他对你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三,会因为对方一些行为吃处 按道理说,普通朋友交往根本不会有这种吃处的行为 开玩笑也不会当真 但如果一个人会因为你的一些行为吃处 比如和其他异性来往密切 那么他一定是对你有其他想法的 说明他在意你对他的感情 如果遇到这样的行为人,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单纯 男女之间相处,不管是谁先动了情,一定会有所表现 如果你也喜欢他,不如就大胆地迎接爱情吧